歡迎收看10月8號的 我愛動起來 我是林憶文 美國之棒季後賽看華視 一起來關心的是 美國聯盟分區系列賽第二戰 老虎對決守護者 兩隊是0比0 僵持到第九局 而老虎靠著強打 Carrie Carpenter石破天津的三分炮 擊敗了守護者 那另外楊姬跟皇家之戰 禁衛軍是靠著重炮 捕手Salvado Perez的楊春炮 帶起了一波4分的攻勢 最終是以4比2逆轉勝楊姬 系列賽也搬成1比1平手 美聯分區系列賽第二戰 坦薩斯皇家繼續踢管 挑戰紐約楊姬 皇家先是在三局下半 埃勒John Carlos Stanton 強頸安打先丟1分 但是4球上半 禁衛軍就吹起了反攻好球 這球呢 這一球呢 過了喔 Salvado Perez Solo Shot先追平比數 順帶開啟皇家打線的火力 POWER 串聯的安打一支一支的打 皇家單局攻下4分反超比數 中場是以4比2逆轉擊敗揚擊 另外一邊 底特律老虎對決克里夫蘭守護者 雙方你來我往互有攻勢 但是運氣總是差那麼一點點 西尼加對決 文修Perez 4球打在了 左半邊 這球接到了嗎 Steven Kwon 哇 Steven Kwon這球接到了 Steven Kwon超五星的飛撲美技 小白球硬是被他接近手套 透過超慢速的攝影機 我們再看一次 這小白球真的就在落地之前 被接近手套沒有落地 搭著死得一點都不冤枉 不過老虎打線就是不信邪 打出牆外就看你怎麼接 九局上半 Kerry Carpenter 識破天津的三分炮 一棒打趴守護著最強的 Closer Immanuel Kwasi 老虎最終是以3比0拿下勝利 系列賽雙方搬成1比1平壽 好有新聞 楊俊復報導 而也在打擊後賽的日本 超級球星大股翔平 成為大靈母史上第一位單記 50轟50道的球員 寫下了歷史記錄 而他轟出的第50支 全雷打的球 因為價值非凡 被球迷撿到之後 一度陷入了所有權的爭議 不過現在這顆球 繼續在拍賣網站上上架 已經競標到新台幣 五千萬元以上了 尾塔尼桑 當時這一轟讓外野的球迷搶成一團 而穿著黑色衣服的男子搶到之後 把這五十轟球拿到了拍賣網站上競標 競標不過事後是有另外兩個人 聲稱自己才是合法的擁有者 甚至一狀告上法院 而如今這起訴訟還在進行當中 但是三方都同意拍賣 是可以繼續進行的 截至今天也就是十月九號為止 競標價已經來到了一百五十萬美元 再加上買家佣金的話 已經高達了台幣五千八百八十一萬元 而這個球的拍賣 將會進行到美國時間的十月二十二號 就看最後球降落誰家 回到臺灣來關心的是中華職棒 中信兄弟在昨天擊敗了台岡熊英之後 確定拿下戰績全年第一 直接挺進到總冠軍賽 而賽後總教練平野會議 率領全體的球員來跟球迷道謝 資深球員張志豪 他趁著總教練不注意 從他背後潑水 結果馬上被言語反擊 一起來看看 我們最棒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可以看到日本級的教練是用標準的中文大喊 屏東 他的意思是說要把張志豪送到屏東的二軍基地 不過這只是玩笑話 平野會議非常感謝球迷的支持 現在兄弟拿下了戰績全年度第一 也會帶著大家繼續呢 帶著球迷的熱情來拿下臺灣大賽的冠軍 來看的是籃球 臺灣籃壇的招牌球星林智傑 跟臺北富邦勇士續約一年 再戰 聯盟 他說這非常可能是他最後一年了 至於未來是否舉辦引退儀式 他表示說簡單一點就可以 不需要太隆重 開心就好 而回顧籃球生涯林智傑坦言說 沒想過可以打這麼久 因為從CBA回來的時候 年紀就已經蠻大的 加入富邦的第六個賽季 希望可以再拿一座冠軍 就真的看一場掃一場 對啊 其實這一年 一定都會有這個階段嘛 所以我還是 是非常有可能 先年四十二歲的林智傑 跟臺北富邦勇士續約一年 再當臺灣藍壇不老傳說 提到自己從CBA返台時 已經三十七歲 沒想到現在邁入加盟富邦的 第六個賽季 還能一起創下三連霸 而隨著年紀增長 心態改變 上場時間也會有所調節 很明顯啊 就可能我在場上 已經跟不上人 跑不動了 這應該自己也會想跟教練 暗示一下換人嘛 教練應該也看得出 富邦勇士領隊兼總教練 許敬哲以最有價值球員 形容林智傑 若真的是最後一個球季 想必球團也會為他舉行 符合定位的隱退儀式 我覺得其實自己個性也 就是也不喜歡 就簡單一點其實就可以了 對啊 我覺得也不用太隆重 或怎麼樣 開心就好 對 林智傑不設定要有多長的上場時間 也不去想是否是最後一年 倒是接下執行教練一職 長兵符的吳勇仁 開玩笑說要榨乾林智傑跟蔡文成 而新賽季新氣象 本季加入陳佑偉 張鎮雅等年輕好手 以及外籍生選秀狀元莫巴爺 跟四名新洋將 球團也公佈年度口號 以及全新戰袍 希望球隊重建之後 展現無謂挑戰的精神 華日新聞張士奎 林文報導 而臺灣的另外一個直籃聯盟TPBL的 臺北台新戰神 今天是舉行了季前的記者會 其中混血狀元狼雷蒙恩 是CBA時期洪國象洋將雷克斯的兒子 從小在臺灣長大 被聯盟視為是本土球員 他說自己有很多的能量 因為想要幫球隊來贏球 不喜歡輸的感覺 另外 戰神啦啦隊的陣容 是首開先例 加入了六名男子成員 變成了啦啦隊男孩 也將融入更多的競技動作 臺北台新戰神 全新形象 備戰新賽季 啦啦隊陣容首開先例 加入六名男子成員 將應援難度再升級 NBA的 美國直籃的感覺的專業 直接帶進來臺灣的直籃 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我們也可以做到 像這樣子的規格 戰神男女合作的啦啦隊應援 要為比賽帶來更多活力 而TPBL首位狀元狼雷蒙恩 則是被總教練許浩成 形容為年輕有衝勁 能量滿滿 對啊 我覺得我是 因為我就 我想要跑一跑 我想要做每個東西 可以幫我的球隊贏啊 因為我 我不怕輸 可是我覺得 我真的不喜歡輸 球比賽 所以 對啊 我就 很多 我有很多的能量 台美混血的 雷蒙恩也穿上 33號球衣亮相 穿成爸爸 也就是CBA時期 紅國象洋將雷克斯的背號 這個球隊 雷蒙恩準備秀啦 秀 可是如果第一次穿我們的球衣啊 所以就很好玩 就看起來 我看那個比賽的時候 不好意思 我看的時候 大家看起來很帥喔 所以我就很高興的 而跟爸爸不同的是 雷蒙恩的身分是本土球員 他在臺灣長大 畢業於美國NCAA 加利福尼亞大學 戴維斯分校 擁有臺灣身分證跟護照 儘管熱身賽 出登場拿7分 投籃手感不佳 但聯合新人測試會上 體能表現驚人的他 還是受到滿滿期待 華視新聞 張士奎 林英文報導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英文 想要搶先掌握 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頻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